HELLO 大家好 這個禮拜的Beauty Talk要跟大家談的是Body Care 也就是身體的保養 那平常呢就是我一定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籃子放在床旁邊 然後就是讓我洗完澡的時候可以就是馬上擦身體乳然後做保養 那我自己對就是身體乳其實還蠻重視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皮膚如果嫩嫩的保養得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那還蠻重要的 那今年我盡量不要在身體乳上花太多的錢 所以我沒有像往年一樣就是買很多Aromatherapy他們家的產品 但是也有一些是平價然後有一些是比較高價位的身體乳 我目前在用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先從平價開始好了 這個乳液呢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它就是在Costco買的 那Costco呢其實有三種乳液我都很推薦 然後它們都是沒有什麼香味 然後擦起來不會過敏 然後保濕度也還蠻夠的 我其中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美國的那個Luberdome 然後它擦起來是比較偏清爽的 但是建議大家可以混合其他的油類一起用 因為它沒有味道 所以還蠻適合跟各種油類混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就是凡士林 然後它也是白色的罐子 然後藍色的就是一個就是這裡有一個橫條 那個也是沒什麼香味然後也還蠻好用 另外一個就是呢在Costco裡面有一個是原罐子裝的澳洲的綿羊油的那種身體乳 然後就是它外包裝有一個綿羊 那個也很好用 那個是裡面保濕度最夠的就是冬天擦非常的適合 然後它會讓你隔天起來皮膚超嫩 可是這三罐都很好吸收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有去Costco的話可以考慮就是Luberdome 然後還有凡士林跟另外一個澳洲綿羊的乳液 然後呢我目前最愛的身體乳就是這一罐 這一罐是ESOP他們家的身體乳 然後其實這一罐沒有很便宜 我也是考慮了很久很久 甚至考慮到ESOP曾經都退出台灣的貴位 然後到它今年再回來 前年再回來的時候 我終於買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太喜歡它 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呢 這個是他們家的復活芳香護手霜 那因為它是護手霜的成分 所以它的質地其實比較濃稠 然後它的保濕度比較夠 那它的味道主要是中國的乾皮 也就是它是一個橘子味 加上迷迭香跟雪松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柑橘類配上木質調 所以這個就讓我一定要買它不可了 然後呢它其實出來是黃黃的 推開要花一點點力氣 但是呢它其實吸收的非常快 雖然說它吸收的非常快 但是你隔天早上起來 還是可以感覺到你的皮膚就是很嫩的 就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修護型的效果 那我目前用我是覺得它的用量不會就是很浪費 它其實還蠻省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也很推薦給大家 那另外我手邊呢就是還有一個是Ren他們家乳液 然後這罐是橙花跟葡萄柚的 我之前有介紹到Ren他們家有一個 也是可以當護手霜的身體乳 然後那罐也是非常非常好用 它好像是橘子味還是什麼的吧 那這罐呢也是相近的質地 但是它沒有那麼的厚重 所以這罐呢它其實推開很輕鬆 然後呢它就是會讓你的皮膚摸起來就是滑滑的 那所以Ren也是我心目中保養身體的品牌裡面 我還蠻信賴的一個 然後我手邊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Neon的 然後我通常會油搭配他們家乳液一起用 這個油是新版的身體乳 然後我目前用的味道是Real Luxury 就是皇家奢華吧 那這個油的味道還蠻好聞的 因為它就是裡面有茉莉 然後另外我搭配的是他們家舊版的身體乳 然後這個舊版的身體乳是魔肉跟玫瑰味 不過我必須要說這罐身體乳我還蠻討厭它的 因為它的味道啊很不像玫瑰 它就是有一個就是木質掉 然後很木頭很木頭 就是你會在那種很古老的家具上聞到的木頭味 然後插在身體上那個感覺真的超奇怪的 所以我通常會混合這個油一起用 然後這個油因為它的味道比較香 所以它比較能夠中和這一罐怪怪的味道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呢 在洗完澡的時候我會把身體稍微擦乾 然後呢先擦油 油擦完以後再在關節的地方再抹乳液 然後把它往就是肢體的部分推開 那我覺得這樣子比較不會厚重 可是如果是冬天比較冷 或者是你皮膚已經太脫皮的時候 你最好把油跟乳液先混合在一起 然後一起擦在身體上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夠力 好然後我手邊還有另外一罐油是這個 這個是Malvita他們家的 這罐是他們家非常有名的一個油 它好像是以玫瑰為基底的 不過這罐油呢它叫做Firming Oil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緊緻的成分 那我通常呢會搭配就是刮沙板一起使用 那我平常用的方法呢就是我只會用在下半身 就是大腿跟小腿的地方 然後呢它很方便的是它是噴頭 就是它是噴灑出來然後它是霧狀的 那我會把它噴在小腿跟大腿上以後呢 用這個刮沙板這樣子刮 那我的習慣是由 就是由下往上刮 然後再搭配按摩的手法 它這個油啊它其實還蠻滋潤的 就是你按摩完以後你就不需要再擦乳液了 而且它的味道因為是玫瑰 所以其實聞起來很好聞 另外我的就是床邊的小籃子 還有一罐乳液是這個 它是Philosophy他們家的就是Water Lily Blossom 然後這個味道我覺得還蠻濃的 就是跟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那種沐浴膠有點像 它的味道就是還蠻女人味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花香 所以這一罐呢通常我是用在 就是我可能早上有在洗過澡 然後就是要出門的時候才會用這一罐 因為它就可以代替香水 好然後我的床邊的小籃子 還有另外一個是就是這一個 那它裡面放就是一些比較特殊的保養品 呃刮沙板剛剛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方便的工具是這個 這個是個Body Shop買的 它也是有一點點像是排水然後緊緻的 這個就比較適合就是畫圓用 然後呢有時候如果我覺得腳特別酸啊 或者是下半身感覺很浮腫的時候 我覺得用這兩個都很有效 那有時候有空的話我會兩個一起用 就是先用刮沙板刮完以後 再用這個圓圓的這個板子畫圓 然後你的腳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紅 但是呃你刮完然後按摩完以後啊 你的腳就會覺得很輕盈 有時候如果腳真的非常非常酸的話 我就會在腳底貼那個休足時間 或者是用這個這個是蒸氣貼 然後它就可以貼在任何地方 它其實就是像貼的暖暖包 然後我會貼在小腿肌或者是腳底板 這樣子腳就比較不會酸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展出肌肉 或者是讓小腿看起來就是緊繃緊繃的 那如果是要在更特殊的保養 例如說擦腳底啊 讓那個均裂不要發生的話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罐霜 之前我跟大家介紹過 它是在日本買的 然後它是曼秀雷敦 它裡面因為有尿素的成分 所以會讓你的腳很嫩很嫩 那其實我有找到一個在台灣可以代替它的東西 就是Nios Yard他們家的野玫瑰萬用霜 這是他們家的常賣商品 然後呢它小小罐的裡面是黃色的 你把它弄出來以後它是有一點點像油膏狀 它會在你的手上融化 它非常非常的油 所以你擦完一定要穿襪子 你如果不穿襪子你走路會跌倒 然後不然就是會害別人跌倒 因為地板會油油的 那可是它也是一樣就是它會讓你的腳底非常非常的嫩 然後如果是像膝蓋比較黑的話啊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拿一罐你不要用的美白去擦 那我自己用的是Albeon的就是美白精華 然後我會拿來擦膝蓋 那有擦就會變得比較亮一點點 但是不敢說完全會變吧 好以上就是我的body care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Selvia的吧 Hello everyone 那平常我覺得我的身體保養一直都是還蠻簡單的 可能是因為在英國的時候天氣很冷 所以通常洗完澡就會想說簡單的保養就好 然後就趕快穿上衣服奪進被窩裡面這樣子 所以一直以來我的身體保養大概就是只有乳液啊乳霜啊 或者是說身體油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歡用的身體油 其實我用過蠻多家不同的身體油 那身體油這個東西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你皮膚很快很快的吸收 然後非常非常的滋潤 而且它的用量不需要多 因為你可以跟乳液混合就使用 那當你用好一點的身體油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平價一點的乳液 那這樣子我覺得就蠻省的 那我現在正在用的這一罐呢 是大家應該不陌生的油 就是Aromatherapy Associates加的油 那我平常如果有在收看我們頻道的 大家應該知道我的臉油也是用他們家的 那他們家的身體油呢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味道 它叫做Relax 它是一個massage and body oil 然後它最厲害的就是 它可以讓你非常想睡覺 那我覺得這個味道呢 是非常非常木質調的 然後其實 其實味道蠻重的 但是就是可以讓你放鬆 然後不管是你的肌肉啊肩頸啊 任何痠痛也好 或者是你的精神 我覺得都會有一種 讓你就是進入一個 隨時可以睡覺的狀態 那剛剛有講到呢 如果說我今天用的是比較厲害的一個身體油 比較貴一點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比較平價的乳液 那我平常其實最常用的應該是凡士林的乳液 我覺得它就是便宜 然後滋潤度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噴霧型的 其實它還蠻方便的 但是它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它常常會噴的到處都是 而且有點不均勻這樣子 所以如果 你買這個啊 塗個方便的話 你就要小心 你在床上噴的時候 可能會噴的亂七八糟 這樣 OK 那如果今天我真的是不想要用油啊 或者是不想要用剛剛那樣子的組合的話呢 我可能就會擦上乳霜 那目前我最喜歡的乳霜呢 是這個Jo Malone的Body Cream 它是Peony & Bluff Suede的味道 也就是我最喜歡的味道之一 我之前其實已經用完一罐這個Body Cream了 我用的 第一個用的是English Pear的味道 那你其實打開聞啊 它完全就是他們家那個香水的味道 它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香 但是其實你不用害怕 就你可能會想說 欸 它如果味道這麼濃的話 會不會塗在身上 然後隔天都是這個味道 其實不會 因為我發現它的吸收速度還蠻快的 就譬如說我這樣塗上去 我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我身上不會有任何這個的味道 那更不用說你如果是晚上塗的話 你早上起來根本不會有這個殘留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又還蠻厲害的是 如果說你是用這個乳霜啊 搭配他們家的香水的話 它其實可以讓香水的味道稍微持久一點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Jo Malone家的香氛類產品 它其實都不是味道非常非常非常持久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喜歡他們家的香氛類啊 或你有什麼特別喜歡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Jo Malone家的乳霜 它的滋潤度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你可以把它當作護手霜來使用 你其實就會非常省 因為它還蠻大一罐的 如果你的用量沒有很大的話 其實我覺得像這一罐 我大概都可以用到兩三個月跑不掉 我就覺得其實是還蠻划算的 Alright 最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最近購入的一個身體乳 那其實這個是ISOP家的身體 它叫做Body Balm 但是它其實我覺得有點不像Balm的質地 因為它就是它擠出來 它這個牙膏症這樣擠出來呢 它其實完全就是像護手霜一樣 而且是比較稀一點的護手霜 就我發現ISOP家的東西好像都是這樣 它們就是走比較天然的路線 然後也是很清爽的路線 它們家沒有什麼東西是厚重的 然後呢這個東西啊 它是叫做成香身體乳霜 但其實它真的不是乳霜 它就是乳液的質地而已 它吸收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它是非常清爽 重點是它的橘子味非常非常重 而且真的是那種柑橘喔 就是你可能真的下一秒就會覺得說 欸我要吃一顆橘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比較適合夏天使用的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皮膚非常非常乾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東西冬天擦不夠力 因為如果你是喜歡比較清爽一點的質地啊 或者是說你很喜歡橘子的味道 我覺得大家還可以試試看這個ISOP 因為它們家的東西我覺得成分都還滿好的 就是天然植物的路線這樣子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Beauty Talk Body Care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Beauty Talk 如果你有想要聽我們介紹的一些topic 或者想要跟我們分享的一些身體的任何部位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給我們一些ideas 那就是先這樣子囉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